在新冠肺炎疫情擴散之際 產油國減產談判破裂 市場憂慮全球石油市場爆發減價戰 國際油價急卸超過三成 引發環球股市星期一急錯 導致期貨大跌過千點 外電報導石油輸出國組織與盟友 上星期五舉行會議未有任何共識 俄羅斯堅拒沙特阿拉伯提出的進一步減產要求 同時表明4月1日減產協議戒滿後 各國可自行決定產量 等同宣告2016年起的石油輸出國組織 與盟友的減產同盟瓦解 意味著一場減價戰隨時爆發 而沙特亦率先在上星期六大幅減低 受往歐洲、遠東和美國等國外市場的原油價格 折扣幅度創超過20年以來最大 便向原油市場宣戰 消息拖累沙特股市重挫 高盛發表報告指出 今次價格戰令到天然氣和石油市場前景完全改變 可能令油價下跌至每桶20美元 大摩亦指油價急跌對全球經濟影響負面 油價崩潰市場憂慮環球經濟大衰退 資金流入債市避險 美國十年期債息跌穿0.4厘 創出歷史新低 亞太區主要股市 星期一跟隨外圍下跌 日本和南韓股市分別跌5%和4% 其中日經平均指數跌過千點 失手2萬點關口 澳洲息離普通股指數更加大 跌超過7% 至於內地股市亦未能借免 戶中指失手3千點關口 收市跌3% 深城指更加大跌4% 兩市總成交合共錄到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 環球股市持續波動 港股星期一顯著受壓 恒指低開過千點後反覆受壓 為跌至2萬5關口時見支持 恒指收市跌1,106點 報25,040點 成交增至近1,700億 國指就跌472點 失手1萬點關口 收市報9984點 重磅南籌幾乎全軍覆沒 匯豐控股跌穿50元關口 帶為見48.6 騰訊同友邦分別大跌4%和6% 至於中夷亦有近3%的跌幅 油價報錯3同友跳水 中海由急跌1乘7 單隻股份已經拉低大市近8點 為全日表現最差藍籌 至於中石油和中石化收市分別跌9%和2% 油伏股亦遭到拋售 中海油伏急錯近2成 不過油價急跌變相利好下油的化工股 上石化和海峽石化分別升4%和3% 產油國增產可能會帶動石油運輸需求 中遠海能亦市升8% 豪島股跑輸大市 金沙、銀魚分別跌超過4% 美高煤創52週身低 內房股繼續受壓 三大藍籌包括碧桂園、華潤智地和中海發展分別跌半城 新經濟股股壓沉重 阿里巴巴跌穿200元關口 美團亦失手100元水平 小米急錯7% 半導體股中心國際急錯超過8% 市場恐慌情緒持續 避險資金流入黃金市場 金價升穿1700美元水平 黃金相關股個別發展 招金和山東黃金分別跌1%和2% 超額認夠超過1400倍的物管股 輕易物聯星期一首日掛牌 收市報2.03元 較上市價高2% 多網記者潘仲恩報導